上午我们从法兰克福的房车营地出发 去法兰克福的东边 大约20公里左右有一个哈脑市 哈脑市是格林兄弟的故乡 自从1985年格林兄弟诞辰 200周年开始每年一届的格林兄弟童话节 都在哈脑市的历史公园中上演 我们的朋友家就住在哈脑市的边上 是一个新建的小区 德国的小镇都非常的漂亮 这个小镇离法兰克福市区也很近 有小火车大概2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市区 我朋友住这个小区属于一个新建的一个小区 里边有六七座公寓 还有十座左右的连排别墅 这种公寓是带电梯的 我问了一下我的这位朋友 他们这个小区的公寓价格 每平方米比他买的连排别墅的价格还要贵一些 这种公寓在德国 老年人居住的比较多 因为他带电梯上下楼比较方便 这种情况在欧洲比较普遍 像是在西班牙 高档的公寓比别墅还要贵 当然公寓一般都是在市中心繁华地段 别墅一般都在郊区 我这个朋友住的是一个连排的别墅 这是一楼的厨房 三星 客厅 和大院子 前后大院子 占地应该有个200平方米 建筑面积应该有个200多平方 上下三层 不带装修一共是40多万欧元 是前两年买的 这两年应该又涨价了 室内的石木家具都是从国内集装箱发过来的 好 今天就大家简单聊到这里了 我的朋友准备了丰盛的火锅 我们开始涮了 好了 整个油 准备了 请大家订阅 别急